我们的前总统陈水扁 他现在其实有主持一个广播节目 结果呢前几天迎来的这一位 国安会的前秘书长 现任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邱毅仁 在跟邱毅仁做专访对谈的时候 前年总统呢 他特别的提到了一件事情 说日前邱毅仁在去年的时候呢 他有在接受美国的一个协会他们的访问 然后那个时候呢他有讲到说 其实呢在现在不适当台湾呢 来直接的讲台独 因为他说如果这样讲的话 比如说大陆会打你 连美国都反对 好在这个广播节目里头呢 陈杰总统就直接问他了 说其实呢先前在他任内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说 民进党内是不是大家应该要来讨论一下 是不是应该要实际的 把这个台独党纲给修掉 因为那个时候在民进党内分两派 结果后来呢在那个时候 邱毅仁他是不支持 把台独港纲给拿掉的 但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讲呢 邱毅仁的说法是说 要做一位务实的政治工作者 因为现在台湾的现状是 要推动成为法律上独立的国家 已经不是单纯台湾人民 自己可以做决定的事情了 甚至呢他也说 政府如果要宣布台湾独立的话 是必须要考量到国际情势 而所谓的国际情势是什么 就是说别说现在大陆会打你 就连你说台湾要成为一个国家 要台独 美国都会反对 好其实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民进党内又或者是所谓台独人士里头 他们常常有在讨论 而最早最早的来看到 是2005年的时候 陈前总统那个时候 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他第一次当总统 他就曾经明确的说了 在他任内要改国号 他是做不到 而后呢 之后在2016年的时候 前总统李登辉也讲过 从未主张过台湾独立 因为台湾已经实质独立 好这样的一个认知呢 跟先前很多人对于 李前总统先前讲过的一些认知呢 好像也有一点不一样 而在今年的时候 我们的总统蔡英文 也有特别的讲到 说只要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 在符合对等尊严原则之下 他愿意共同促成 有意义的对话 到底台独能不能够办得到呢 我们在今天线上 要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的 就是这个台 我们的东华大学的老师 周正风老师 周正风老师呢 他在一场视讯里头 他曾经对于这个问题 有所回应 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应该是说选拨台湾独立 我主要是说不是说推动 推动就一直在推动 是啦 选拨台湾独立 我认为说这个时候是不适当的 每次这两个谈刀总统 你问我就想这些机会 说明一下 对 董的主党 我认为这是一个目标 对 一个理想 对 希望有一个可以使用 这个我就 我也觉得这个要保留 我们的新书牌子 对 如果要收到什么 我觉得那是知识体大 对 但是就做政府 对 还是世界上的对话关系 就是说台湾要宣布 独立这个事情 这说起来很不可能 就是说不是台湾人民 自己可以决定 这说起来很残酷 但是这个现实 就是说要再拒绝到国际情绪 要再拒绝到中国的 可能的作为 所以在这些拒绝里 我认为说 你要做一个目标 来推动 来打拼 我认为那是好的 但是在现实上 你现在要来做 我认为是不但 他们去大家的均匀 国内自己要不赶 美国不要说中国要跟我们打 美国就反对 因为我目前的了解 美国根本就不赞成 所以我一直要强调 就是说 台湾作为一个 要推动作为法律 最独立的国家 已经不是单纯 台湾人民自己可以 决定的事情 这点大家 我是要特別来做刷明 是啦 说到台独当工 在1999年 那当时我到这个中生会 我有提出一个修正案 是 要严格公开 应该台独当工要 比较正確的公返 是自民主管 在台独当工 那当时我 改那段很重要 例如说 基务 基务 国民主管管理 要建立一个主管 独立 自主的台湾共和国 把制定台湾新行为的主党 应该交由台湾的主民 以公民投票的方式 来做宣定的决定 是 那当时我受到的 也要大家打扮得痛快 是 所以是主民主管 台独当工 没错 那就是寻在当工里面 当然是无限 要退职 当然 我们就要过路很多 是 不过在我的时代 你应该也很清楚 我刚才说 在社大会 2002年 八月七三 冬天二会 我说出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以后 我们继续走台湾的国家路 是 那如果是国际的环境 我们只有可以说 要进两步 要退一步 那也要再进一步 也不可以说 一直退休 退休 是 毕竟台湾的未来 台湾的监督 也是 台湾的主民 来做决定的 是 我是这点 我会觉得 我的青剑 很清澈 台湾还是要继续 走台湾国家路 多久会成功 没人知道 总是不要放棄 所以这点完全跟总统 有看法相似 这个目标 我一直觉得 洞或这个东西 放下 这是有借贷的 但在现实上 并如何考虑到国际行政 美国的反应 还有国内的政行 当然是 要说 现实上 和我们的理想目标 中间 要怎么去做努力 这是 我说那些 主要是要提借的 所在的 在这里 是啊 不然有的人 我们会五位 好 刚刚呢 这一段 就是完整的 陳前总统 在访问 现任台湾日本 关系协会会长 邱毅仁的片段 而在片段当中 我们刚刚看到 邱毅仁也很明确提到 说他现在的一些考量 至于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要如何来解读 我们现在在线上 跟我们一起视讯的是 东华大学教授施政峰 施教授好 大家好 教授我们想要请教一下 因为您本身呢 其实也是一直以来 就是在民进党 有关于台独这一块 您是非常清楚他的那个进程 那现在呢 本来一直以来在党纲里面 他们其实台独这块 也都没有拿掉 但是现在 邱毅仁的说法是 我们要理解 务实的理解 目前国际间的现况 还说说起来很残酷 但是 现在是不是台湾 台独法律上头的独立这件事情 已经不是台湾人民可以做决定的 甚至还说 不止对岸会有意见 就连美国都不同意 您怎么看 我先讲 台独党 刚后台独这个部分 再过去来讲 因为民进党是在野党 没有资源 所以呢 他必须要讲 对抗国民党 要讲台独 要讲社会运动 那这个部分呢 尤其是在2000年 阿扁要选总统的时候 因为他认为这个台独 这个东西 是一个票房不要 所以呢 当时就有在辩论这些东西 甚至于阿扁还出来讲说 其实这个叫台独党纲 这个其实是一个公投 是一个程序而已 所以等他上台以后呢 当然他讲了一堆东西以后 基本上民进党对于台独来讲呢 我认为他只是一个 要把国民党拉下来 取得代之的一个工具而已 挂羊头卖狗肉 那到了小英 他基本上还是维持现状 也就是说他要有政权 要有东华民国的资源 然后呢 他可以来绑装 他可以永续经营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邱毅仁他出来帮他说相 那是一个很奇怪 我们当然知道说一个国家在国际上 我们要取得人家的承认 当然是有他的条件 但是如果我们不努力的时候呢 人家会觉得说 你们都屈从了 我们班子要如何帮你讲话呢 所以即使当时以色列要建国的时候 美国的国务院是反对的啊 那当然还是经过他们不屈不挠 去努力的时候 不得已到最后的时候 杜鲁门就决定说好 那天助自助嘛 我来帮忙 那目前为止 他讲这句话完全是错 国际情势不是我们能主导的 但是呢 自觉权势 台湾人决定自己的前途 是绝对我们要的 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时机 都是可以在讨论 但是呢 如果是这个那么样的屈从 遮遮掩掩掩的时候呢 表示说他只是说不想 不敢把他拿掉了而已 甚至于在中国的代表前面 嬌心表态呢 像叶明一样 不战不祥不合的时候呢 我是觉得民进党相当的齐心可诛 是所以呢 在这个访问片段里头 我们要请教教授 他们其实阿伯也说 这是民进党的新资本 所以没有拿掉 但是呢 现在崔毅仁有讲说 不是台湾人民 能够决定的 那我们也想问 那所以未来这件事情 教授你们来看 到底是谁能够来决定 如果台湾人民没有办法决定 台湾未来的去留 或者是台湾未来的走向的话 那谁能够来决定 我先讲一下哈 阿伯找他去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拿钱老板 来帮现在的老板变倍了 当然是要这样讲清楚了 然后借机会 阿伯也要讲清楚 其实呢不就比不会了 两个是七的九倍 是差不多了 但是呢 邱毅仁讲这句话是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一直在认为说 我们有国家有政府 有总统的宪法 难道这个不是独立吗 但是如果是一个独立 那就像过去的东欧共产国家 是苏联的雇佣 或者是过去的中美洲国家 是美国的香蕉共和国 即使加入联合国又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在讲的是 法理独立这样子的层次 现在是连实际上的自主都没有的 那是相当丢脸的啊 结果呢 他把他扯到法理独立这个部分 他不能守实质的独立 然后去扯法理的独立 然后进一步说我们不能决定 那我们不是回到400年 年来是任人百步吗 我是觉得说 我觉得他比国民党还糟糕 完全就是为了政权而已 不择手段 然后买空卖股 是那另外也要请教一下教授 因为邱宇仁特别提到了说 对岸 当然我们跟两岸之间的一些政治形势 我相信所有的国人都能够理解 但他也特别提到说 美国方面呢也根本就不赞成 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也想问了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总统蔡英文 确实他也讲了我们台美之间的关系 空前良好 好像我们一直觉得说 美国在某些方面可以给台湾一些协助 但是在未来这条路上说 美国根本就不赞成 您怎么样来解读 那未来会不会 台美关系的这些走向 有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吗 我先讲 中国的部分 那中国这个部分 当然那个结不好处理 那如果真的是有什么样的结的时候 坦白讲 应该想办法 要如何来说服解释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某种程度 其实小英是透过修理中国 然后来取得他的选票 当然这是他的操弄 我也没话这样讲 那当然在美国这个部分 美国从来到目前为止 他们国家的政策是 没有反对台独 他只是说我不支持台独 那意思就是说 你要吃虎心要自己服达 你们自己要决定 我不是你爸爸 我想这个美国人是应该是很清楚的 台湾人自己要做决定 然后是这个努力 然后自己要承担这个后果 但是过去四年来说 关系最好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区区 委屈求全的 然后买了一大堆武器吃萊豬 换得来的 真的那么大声 有对我们好吗 我觉得还是当人家的 川普讲的 我们台湾就是他的 白宫桌上的 橙圆形的桌子上的 那只钢笔的笔心而已 是人家的马前竹 对我们有比较好吗 我不认为 但是回到拜登的这个时候 拜登其实他某种程度 他有整个他的多边主义 然后他要跟中国如何来 所谓的来周旋 虚威慑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呢 我是觉得应该要讲清楚了 而不是当美国的一个好像 马前竹也好 不是当一个小媳妇也好 是今天上午非常谢谢施政风老师 在线上跟我们一起来解读 到底这一句话什么意思 感谢您 谢谢 好另外呢在立法院里头 今天呢也持续也在讨论这件事 包括了这一位公民党立委 陈玉珍 陈玉珍就说了 他看完之后他认为 民进党是长期用台独省主牌 在骗票 而台湾人应该要觉醒 就是典型的 这个就是诈骗人民选票 这个神主牌 所谓的神主牌 就是欺骗人民选票的这个手段 就是典型的 昨天要选举要你的票的时候 三门牌市 昨天三门牌市 今天早上起来 告诉大家 昨晚牌谁 就是表示说 这根本就是做不到 那长久以来 民进党就一直用这样的方法 跟手段 用这样的方式来欺骗人民 我觉得台湾人民应该觉醒 好在同样这一场的专访当中呢 其实前总统陈水扁也问到邱毅仁一件事 他说2004年 那个时候的总统大选 还记得319枪击案吗 而当时时任总统府秘书长邱毅仁 说因为在记者会上头的一抹微笑 被质疑了 是个多年之后呢 在陈水扁他也问到了邱毅仁这件事情 邱毅仁说 他觉得自己不是在微笑 而且那是尴尬的表情 什么叫 那一抹神秘的微笑 我也很好奇 我想说哪有什么事情 或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人在旗里 我都在那裡 我想说快点天天 就要继续去选择 所以有一天 是 那我们就台南走 不然接下去 又去到台中中华 去到投影防球 又回到台北中山卡丘党 所以我是有多急事 我想说是什么人 大家有说这样 算计停止 不然添乎就说是 拉伯 你全部 不然人又知道 因為堆秀停止 算计 我们到底有可能 又继续去 所以只要是这样 所以这点我们没问题 那当时去家会 为什么有那一抹神秘的微笑 去让人做文中 说我处得主言 什么意思 这事的说法是 我这很坦白说 以前吴念珍也把我问过 我一直不知道我在笑 我就说可能就是很自然 那种很尴尬的情形 标准 所以那是医药 媒体利用 也就是陈文倩 或许说我在笑 我自己去看电视 我认识才会这样 其实我是 我坦白说 我那个时候 不觉得我在笑 对啦 那背景是什么 我会觉得尴尬 就是说 发生事情后 就快要开火 开的我当时 差不多一点钟 所以就跟记者说 哎 几点 我们会开记者 给大家做说明 因为总统 和副总统 都没在 是啦 所以就变成 要拜托行政医 对 行政医 就在那时候 都在外面走 所以 可以跟统帝说 你回去主持 这个 金箭的会议 这样 所以 记者行 纏了两点钟 待会他看到 已经万一点钟 再开了 再开了 是 所以我当时就 怕说 记者黑白生 想 你们是在搞什么阴谋 怎么跟我讲 几点开会 到现在还没开 你们是不是在那里 冲坑 所以我就很坚重 所以 一个 火开了 我就拚下去 那时候 防范会要联络 说 你记得上去 那时候要 联络医生 也联络不上去 他就在变方 你把总统处理一下 最厉害 我就拚下去 拚下去 拚下去 所以就 记者就 有一点抱怨 我等那久了 我就有一点尴尬 是 所以可能是 那个情形 我才有那个标准 我确实是 自己都不知道 是啦 总是没有这个意思 大家 不要说 改遍 在那个 政治气氛 实在很坏 可以够眠